兄弟们 今天就是爆肝的一天 我相信《流浪地球2》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 毕竟是国内科幻电影的天花板了 尤其是里面各种造型的车辆 可以说非常的炫酷 于是今天我特意从森保那里搞来了 视频通款的月球基地移动车 月面预出车 还有应有无畏的航天员 而且全都是《流浪地球2》官方正品授权 那接下来咱们也别忘记了 直接拆枪组 这个细节 机锅和电影的谁还原了 但是我发现 我这大大小小拼成完之后 怎么手里还多出来这么多零件 于是我就对这些零件简单的拼了拼 结果居然拼出了一个笨笨 好家伙 幸亏我机智 没有扔 又不然直接又损失了一位爱将 我去 看这驴带石大轮鼓多么霸气 还有这夸张的叶牙悬挂结构 真的是越看越得劲 而且这底部还自带灯光效果 只要拿开后面的挡板 然后打开开关 底部就会亮起蓝色的灯光 怎么样兄弟们 这样这一看 是不是更具有科幻感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内部细节 首先是车厢这里搭载了两个集装箱 而里面放着的 就是能让人微放散的回面性核弹 从电影里就能看出 就这个核弹的威力是真的大呀 一瞬间整个月球都家伙就没了 再往前是可以拨动的推拉门 推拉起来呢还是很丝滑的 车里这里还有一个太阳能翻板 能合上也能随意调动位置 然后拿掉太阳能翻板 就能看见驾驶舱的内部了 可以说这内部的构造还挺还原的 什么操控台啦 带有标志性的球影放盘 可以包动的档位 可以说电影里有的 它几乎都有了 而这个基地移动车 说实话 它这个有一些构造 和运用车有应许同工之处 你看前面也是全景大玻璃 轮子也是采用了 驴带式大轮毂 但是它这个悬挂结构 有点不一样了 运输车是上线部分连在了一起 而这个只是连接在了轮毂上 或许是这个功能内容不一样 用途也不一样吧 还有它也自带灯光效果 而且还多了一个 是嫩灯光 如果您想看车站的细节 您也只需要把天灵盖拿下来就行了 可以看到 它这仓站的空间 可比运输车大了很多 前面有两个主要是座位 后面还有一个会议舱 可以容纳四名成员 再往后就是一个封闭的货箱 可以储存一些食物之类的 而旁边这个圆形框架 就是仓门了 是可以打开的 还有车顶有一个机械臂功能 用手摆动起来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再来介绍一下 我最喜欢的航天员 也是我平常过程中 耗尺最长的一个 高度比车子还高 还有面罩这里采用了颠度处理 仿佛就犹如一个小镜子一样 特别的清晰 还有你看这枯炫的机械臂 更是给整体带来了一种 不一样的视觉体力 又仿佛这浑身充满了力量 而且它这四肢关节处 都可以灵活的调节 只要以能想到的动作 它几乎都能完成 而我相信男孩子看见它 应该都会玩得爱不释手吧 因为我相信 每个男孩子心目中 都有一个航天梦 诶 等等 我怎么越看这个机械臂越眼熟呢 这不是韩诺诺佩戴的机械辅助手臂吗 你看看 几乎一模一样 对吧 还有我发现在航天员的背包里 居然还有一瓶酒瓶 这不是马可乐夫送给刘平强的福大家吗 我去 这难道是Cyber金木给我们的彩蛋 反正总体体验下来 就是三个金木玩具 不管是还原度还是精致的造型 无论是航天爱好者 还是超流的模型玩家 感觉把他们收藏起来 做一个摆件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吧 感谢观看